国际原子能机构或将停摆 与中美两国有直接关系 这事要去找日本解决 大家好,我是萧英华 国际原子能机构正陷入一场危机 如果无法解决 国际原子能机构可能就在一个月以内会面临停摆 有意思的是,这场危机还与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有关 据联合早报以及彭博社等综合媒体报道 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声称 今年预算缺口很大 高达2.2亿欧元 其中美国欠息了8000万欧元 中国欠了6000万欧元 对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洛西已经表示 如果收不到这些会员费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一个月内面临停摆危机 作为联合国旗下的一个核监督机构 因为缺钱而线路停摆状态 不得不说让外界感到很滑稽 话又说回来 假如国际原子能机构真的因为缺钱收摊了 那就顺其自然吧 毕竟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存在 这个机构也已经成为了美西方国家的帮凶 这几年包括核查伊拉克替日本排放核污染水 提供虚假证明等等 美感极简好事 关于日本政府执意把核污染水排入海里 这件事情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日本政府在开启排海计划之前 还专门找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 出具了一份报告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欣还亲自跑到了日本东京 发布相关综合评估报告 声称日本方案总体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有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综合报告 作为信任背书 日本政府立马把这份报告宣传为排海的通行证 然后没过多久 日本政府就启动了排海计划 把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入海中 日本政府正式排海以后 遭到了周边国际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我们中国非常坚定的反对这件事情 并且宣布全面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 作为反制措施 结果没多久 房间就开始有个传闻 日本政府狂洒7倍以日元宣传费 来处理核污染水所造成的负面消息 中国互联网上立即出现了一批 为日本排海计划洗白的人 这些人一直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综合报告 作为借口 去抨击那些反对日本排海的人 认为日本排海计划是符合科学标准的 由此可见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综合报告起到了多大作用 等同一位日本排海计划打通了舆论关口 因此既然这个机构助纣为虐 不干好事 那么中国所欠写的汇费 我认为也不用再交了 至于美国愿不愿意交 那是美国的事情 另外既然国际原子能机构限制缺钱运转 可以去找日本协商解决 我们有理由相信 看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帮了大忙的份上 日本政府大概率会掏这个钱 毕竟核污染水排放这件事情 事件周期很长 日本政府以后还得用得上国际原子能机构 比如搞一些弄虚作假的报告来糊弄民众 所以这个钱日本政府应该是愿意掏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期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争 谢谢收督哦 请不吝点赞予订阅 谢谢宝贝 收督